OK 那我們已經在桌面上幫大家準備好的那個虛擬系統的這個免費的備份軟體 你可以像這樣把它安裝起來 實際上這個虛擬系統的話呢 有蠻多家都有在做 那我只是找就是比較單純的 然後又看起來簡單好用的 雖然沒有中文但是真的不影響各位的使用 我比較常用的是這個 這個 這個比較常用 那這個也是很不錯 兩個都蠻好的 而且這個是支援Server 下面這個就沒有 所以你有哪一個都OK 那備份完成之後 它就是一個系統檔 這是一個大的檔案 而且它還有一個好處 有什麼好處 我不知道各位會不會有一個情形 我先問一下有沒有重灌過電腦的經驗 有沒有發現 糟糕 重灌之前的系統有些竟然忘記備份出來 就是那個檔案還在舊的系統裡面啊 可是我已經重灌了是不是就回天乏宿了 對不對 萬一你遇到那種情形怎麼辦 下定決心 下次做好備份 沒有這個不用啦 因為你既然可以做這個系統備份的話 我可以直接把它怎麼樣 掛載成一個磁碟機 就是把以前的那顆系統變成一台磁碟機 我在裡面回去把資料救回來就好 所以為什麼說我們 除了各位的檔案管理需要 這個系統備份也要 因為有些東西 比如像預設我的最愛啊 對不對 或者像一些設定值 是不是會存在什麼 西草裡面 如果你沒有備份出來 哇糟糕我就忘記了 至少下次再來 雖然我的最愛我現在是不常用啊 但是對很多人來講 我的最愛還是蠻常用的啊 對不對 不見了還是會受到局部的影響 好 那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我們看一下 我這邊 安裝完了 那我們來實際做一次 你把它執行打開 這個界面簡潔有力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好 我們就告訴它 產生一個什麼 新的備份中間 對不對 正中間 那這裡呢 他就問我們說 好 你今天要備份 到底是整個硬碟備份 還是只有持續備份 還是系統備份 看你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的 主要是系統備份 作為系統的備份 所以我們就是第三個 下面這個system的backup 好 好 那它這裡呢 會有兩個 兩個部分 來告訴我們 第一個 你要備份的是哪一個磁碟機 對不對 我的系統在吸嘛 所以沒有問題 第二個呢 他會問你說 那你備份之後 檔案要放哪裡 當然不能放在吸啊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 系統不能自己複製自己 所以你選一個 假設我就選在我的D槽好了 一槽 我的一槽 好 資料夾選資料夾就好 OK 沒問題 我就直接備份 這樣會太快嗎 有沒有很簡單 他就直接備份起來了 所以這個可能要一點點時間 不過還好啦 因為我們那個裡面空無一物 所以在備份還蠻快的 你平常大部分各位的系統 可能都有至少二三十G以上的資料 所以會比較慢一點 那這個 一G兩G的 應該還蠻快的 而且他有做壓縮 所以不會說你一G 備份起來就是一G 可能大概只有二分之一 或者三分之一 好 我現在這邊已經備份好了 我就按Finish 對不對 當然如果你有時候比較忙 你可以下面勾起來 就是備份完自動關機 對不對 這樣就不用等他了 好 那我現在就把它先Finish一下 我們先做一件事情 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我們剛剛 我剛剛是把它複製到 就是備份到我們的E磁碟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System Backup 我把它放大一點 在這邊 有沒有 我的E槽裡面是多一個System Backup 點進去 他就變成一個大的檔案 有沒有 EG多一點點 對不對 就變這樣 就變這樣 那所以等一下 我們可以試著把它還原回來 把它還原回來 那 當然因為還原要時間 所以這個我最後再做就好 但是我要給你看的是 像我剛剛那個情形 就是萬一我現在系統重灌了 結果 發現我有東西落在裡面 你不能像廣告那個阿伯喔 蛤? 發生火災啊 記者就問他 啊你怎麼拍照 怎麼辦 把它掛載成一顆磁碟機 再回去拿就好了 你千萬不要說為了拿個檔案 然後再把這個系統還原回去 然後再重新做比試備份 那就是工程大條阿 對吧 所以說我們這樣來做 我們看喔 我們看喔 在這邊 我現在呢 回到我們剛剛那個軟體 你把它打開 你看他左手邊這邊 他有一個完整復原 是Restore Restore就是直接有沒有 你做過他就直接把你完全還原 但是這個時間會比較長 那我們要來看的是在工具這邊 最下面這裡 如果你備份完了在工具這邊 我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怎麼樣 if foreign image 就是我去把已經做好的那個 備份檔案 當作是一台磁碟機 連到裡面去 所以你點到這個 好 他就問你你要是哪一個 有沒有 當然萬一你的不在裡面 就直接自己去找也可以 好自己去找也可以 好我現在就拿這個 當作一個磁碟機 好你看他找到他 就直接再選一選下一步 他變成G有沒有 有個磁碟代號G 有看到嗎 看你要哪一個磁碟代號 都沒關係 好 你看這個是30G的 30G的硬碟 按下一步 好 他現在開始做了 我們來試一下 看你的電腦裡面 真的有出一個G槽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G槽跑出來 看到了對不對 所以東西忘記帶 請用這種方法回去拿就好了 這樣了解了 好 所以你哪邊的這個 比如說最常見各位會忘記帶的 就是在我的文件夾裡面的 那就是在Document Setting裡面 看你是哪一個帳號 如果是這個帳號 有一個桌面啊 我的文件夾有沒有 或者是像我的最愛Favorite 這就是我的最愛的 你就可以從這邊回去拿 等到拿完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個硬碟就把它拿掉 或者你就關機也可以 反正就會自動消失了 他等於是臨時掛載進來的 這樣了解這個概念了嗎 所以你看系統備份這樣有沒有很難 沒有對不對 那這種動作就是您比如說 大概可能一個月或者是兩三個禮拜 做一次應該就夠了 因為你平常應該不會像我一樣 比較常用到這個軟體用到那個軟體 大家用的應該是比較固定的 系統變化比較少的 所以您可能大概一個月做一次備份 或甚至兩個月做一次備份也還可以 那你就留大概幾個下來就好了 不用說留一整年嘛 你可能怕說空間佔太多的話 你就是留一兩個下來 以防萬一這樣子 這樣會不會的 所以記得最後如果你已經做好了 萬一真的不得已要還原 就是利用restore restore這邊按這個然後下一步 下一步 他就問你是不是真的要還原 那因為是做系統的還原 所以說他待會會重新開機 重新開機 那重新開機他就自動做他自己的事情 做到晚就會通知你我做好了 這樣 沒有中文但是真的步驟不多 應該各位使用上會 不太會太難 這樣 所以我就先把我們有關於備份這邊的 先跟各位介紹到這裡 那有一個呢 可能以後大家也許會有機會遇到的 就是你有沒有機會發現說我現在的硬碟 假設我沒有要換電腦 我沒有要換電腦 系統也沒有要重灌 可是我發現我系統這個吸槽不夠大 我想要買一顆更大硬碟 有沒有這種機會 可能有對不對 如果你是這一種的 那麼你要不要重新裝你的電腦 我是不太強 因為重裝電腦還是很麻煩 對不對 那你可以直接還原也可以直接用複製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是屬於那一種的 你就是用第一個方法 我新的備份 你看我做一個新的備份 我們剛剛進來不是這樣嗎 對不對 那麼這裡有一個叫做 這個叫做Clone 抱歉 應該是第一二三 第三個Clone Clone就是完整複製 如果說你的電腦 就是有新的有新的硬碟進來 那你要把它取代成你的開機的那個硬碟的話 你就是用Clone的 你放進去之後 你就告訴我我的吸槽 我的這個原來的裡面那顆硬碟 要完整的複製到另外一顆硬碟 那這樣你就不用 在做什麼復原啊 或者重新安裝的動作 因為其實說真的 以前剛開始還蠻喜歡 這樣就是系統安裝覺得蠻好玩 但是做到後面 我們是很怕系統安裝 為什麼 因為要花很多無搖的時間在那邊等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OK 這樣沒問題了 最後還有一個 虛擬機器有一個好處 你在關機的時候 我可以用儲存機器狀態 什麼意思 剛剛是不是用到那裡 如果你真的是關機 是不是下次又要重頭 所以用虛擬機器還有一個好處 我這樣子儲存機器狀態的時候 下次進來 下次進來 再啟動 就是回到剛剛那個狀態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是要用回來了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虛擬系統還是有它的優點 還是有它的優點 所以你可以隨時回到這個狀態 有點類似我們電腦的那個叫做休眠 好 電腦那個休眠狀態一樣 好 那這個我就不客氣 我就把它關掉 所以各位可以嘗試看看 在系統的一個備份上 看這樣子做的話 可以幫你保存一下 現在有些東西可能你會忘記的